我去你们尝一下 人很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老铁员 老婆又想吃猪蹄了 嗯 我就买了一只猪蹄 咱们不能老是一种猪蹄了 对吧 老是红烧也没什么意思 今天咱们做一个探烧猪蹄 废话不多说 先给这个猪脚啊 烫烫毛 猪蹄 冷水下锅 冷水下锅 加入巨蟹三天克 葱姜 尿酒 炒烫猪蹄 炒烫水的猪蹄 咱们捞出 水清洗一下 清药的猪蹄 清药的猪蹄咱们放入高压锅当中 加入老抽 生抽 盐 鸡精 两个卤肉包 加水 老姐们 这个猪蹄一会儿咱们还要烤 所以说不用弄得特别软 咱们上锡以后焖上20分钟就可以了 火烫火 放进去 火烫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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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烫火烫火 开火 炖好的猪蹄啊 放到烤箱上 表面刷上层油 咱们撒上辣椒 撒上自然 撒上以后这个味道随着就出来了 太棒了 不行 咱们倒成浴酒 哇 好浓的炒个利味 好了姐们 咱们现在关火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要尝一下 有点沾 好香 我先不客气了啊 我替你们尝一下 嗯 咱们把这个猪皮啊 稍微烤 有点焦 有点焦焦的 然后呢 而且里边呢 是软软的 非常 它这个口感非常棒 而且本身猪蹄咱们卤过了 也很有味道 嗯 好浓的巧克力 太完美了 哇 吃奶油 吃奶油 什么骨头吃的 我听说好多地方 不吃猪蹄 多么美味的东西 哇 太爽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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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呀 洛提门 确实太好吃了 我有点停不住 但是不行 媳妇想吃 咱们必须媳妇为大 查个味也得了 总共一共就买了八个 行了我也不馋你们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